緊張天使的小禮物情相一相似旁 這位唱歌特別好感覺 為什麼?因為之前Eason陳奕迅 就在這位開慈善音樂會 而我知道主辦單位 香港現場演出及製作行業協會 接下來都會有一些方案 繼續幫助受疫情影響的手足 一起了解一下 因為疫情令到娛樂圈幾乎停擺 而重災區可以說是 現場表演的歌手和幕後人員 停工將近250日 有見及此 四位資深製作人 何麗傳、葉偉忠、謝家豪和蔡建輝 就成立香港現場演出及製作行業協會 邀請了歌神陳奕迅 舉行慈善音樂會 為主辦、工程、製作、樂手及舞蹈五個界別 創造了200個工作崗位 亦都為他們籌募到應急的生活費 整個表演出來的感覺 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報紙評論、電台 各方面全世界的華人都有說這個表演 大家的反應都是很正面的 因為我覺得Eason這個表演 分開可以日出日落這部分 都是全部的意念 都是鼓勵香港人的 這方面我相信是達到這個成績的 想與你一起 請搭在早的筆記 同世上升走過山之尾 為帶著恨美 越拖出café 沉迷眼樂氣的捨過你 懷有各位好自己 我唱過天賜的方美 人腳亦戀美 這次Eason的表演暫時籌得多少善款 在籌備的過程中 我們已經開始籌款工作了 主要去一些大約企業 以及我們演出業的一些老闆們 跟我們去講一下我們業界的虎房 它的反應非常踴躍 我們在開訴之前 大約籌到500萬善款 現在的籌款工作仍然在進行 大約什麼時候公佈到 最終籌款的數字 我們8月10日 下個月10日 就是我們會截止我們善款工作 為什麼要截止呢 因為我們要統計了 我們的善款總共多少 我們可以發放到多少個善款 學生對於大家的支持感到鼓舞 亦都希望演製抗疫基金 能夠持之以恆地幫到 有需要的業內人士 接下來亦都會和更多歌手合作 舉辦不同形式的慈善音樂會 現時會不會有其他歌手 希望可以開場 希望幫忙籌款 這個一定是有的 因為我們大約在 做完show第二個星期一的早上 已經收到電話了 就說想和我們再去協會合作 做一個類似 或者不同形式的演唱會 我們現在正在談 是 可否透露一下是哪些歌手 我想暫時不能說我們 但我們希望今次 因為經過了許娟傑 郭富城 到陳奕迅 三個都是形式不同的 我們都構思一個新形式 這個新形式是怎樣做的 和哪些歌手合作呢 這是我們最大的考慮 歌手們亦都希望有一個新鮮的意念 再去做第四個演唱會 到時會不會都邀請更多的手足去幫忙 就更加創造更多的職位 給他們開場 這是首選條件 一定要是希望我們台前幕後 都可以更多手足去參加了我們的工作 一班手足的生活費方面 都是一個挺長遠的問題 因為疫情都不知道何時才離開 那又不用全部這麼擔心 因為我們這行業經常都說 我們香港人有精神打不死的 大家可能做不到有觀眾入場的演唱會 就像我們今次這樣做網上 做網上我們都有機會籌到款 或者有些不同形式的可以令到有收入 這方面我們協會其實我也在想著 我們都希望籌備到 盡快可以有幾個演唱會 是網上的開的 雖然不是賣票 但在網上有其他收入 我也在想著 除了網上的表演 還會不會有其他方案 可以幫助多些手足去度過難關 這就是我們協會 現在就是密羅緊固 籌備著另一個計劃 我們希望跟一些電子媒體合作 我們由我們協會去牽頭 做一些音樂會 我們全部請手足去做 然後將版權賣給他們 會不會有另一個收入呢 我們都在想著 很感謝何先生的分享 希望協會繼續發揮影響力 繼續幫助手足早日度過難關 謝謝 謝謝 OK 多謝